太阳的会议在中华两国的热播让该剧女主角宋慧桥广告邀远不断 据宋慧桥的经纪公司爆料 宋慧桥刚刚拒绝了某日本汽车品牌在中国的代言邀请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 宋慧桥大约在一个月前借到了日本某汽车企业在中国的代言邀请 但是宋慧桥没有考虑就拒绝了这家企业的邀请 因为该企业在二战期间强征十多万韩国人进行强制劳动 并且至今继续为此事进行道歉和赔偿 在金钱与民族大义之间 乔梅对人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还是很值得点赞的